布林肯金河会谈建制中共 疑似中共二十大之前不敢出国 习近平不打算出席本月的G20峰会 美国国家安全部问沙利文和中共外长杨洁篪会谈 原则上拜习会已达成协议 美国海军部长发布战略指导 阻止中共入侵台湾 美国公布核弹头的数量 拜登打算重启核武控制谈判 美国议员要求拜登驱逐300多名俄国外交官 美国政府秘密授权谷歌 跟踪个人信息 美国司法部新政 让父母闭嘴 遭到议员抵制 观众朋友好 欢迎您收看希望之声TV北美新闻 我是小兰 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三 接下来带您关注一组最新消息 今年二十国集团峰会由意大利举办 据彭博社在10月5号的报道 四名知情人士透露 中共外交官已经通知二十国集团官员 习近平目前不打算亲自出席本月在意大利举行的G20峰会 据三名知情人士说 中方官员给出习近平不去罗马的原因 是出于中国的COVID-19协议中要求对反国领克要进行隔离 据消息人士说 北京经常是在最后一刻才会宣布领导人的旅行计划 习近平任何最终的决定可能要到临近10月30号峰会开始的时候才会发送给意大利政府 目前意大利政府拒绝对彭博社制评 中共驻伦敦和罗马大使馆也没有立即回应彭博社的制评请求 据彭博社的报道 自从2020年的1月中旬以来 习近平一直没有出过国 习近平上一次出访外国是在2020年的1月18号访问了缅甸 回国以后5天 中共当局宣布武汉封城 自此习近平就再没有出访海外 在过去的一年 习近平通过视讯参加了十几次的国际会议 同时与世界各国领导人进行了大约60多次通话 包括与俄罗斯总统普京 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法国领导人马克龙的多次交谈 习近平最近还与拜登通了电话 而拜登和习近平什么时候能举行面对面会晤 一直备受外界关注 10月6日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和中共外交部长杨洁篪 在瑞士苏黎市举行了6个小时的会议 会议的议程之一就是与美方讨论 习近平和拜登举行峰会的可能性 据Exos的最新报道 一位高级政府官员说 拜登和习近平在原则上已经达成了协议 在年底前会举行一次虚拟会议 那么G20峰会正值关键时刻 峰会也为领导人在场外进行一对一的会面提供了机会 而习近平却没有参加 近期 美中双方因为台湾 香港还有南中国海 以及对新疆维吾尔人的种族灭绝行为等等议题存在广泛的冲突 日前中共军机扰台次数猛增 这引发了美国的密切关注 10月5日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出席金河会议的开幕式上 他在发言中提到 一些政府正在积极寻求破坏基本规则的秩序 而这种秩序是我们各国几代人安全和繁荣的根本 虽然没有点出具体的国家 但是在场也都知道是建制中共 G20峰会的时间对习近平来说可能很微妙 中共决定在11月份北京召开中共第19届六中全会 而这个会议召开的时间通常会在9月份和10月份 中共问题专家时事评论员李燕明此前曾经发表评论表示 六中全会攸关中共明年20大高层的人事布局 习近平是否连任是20大高层的人事焦点 20国集团峰会之后会有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COP26 主办方是英国政府 一名知情人士说 气候变化会议安排计划 习近平是否会去还有待确认 10月6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 中共最近针对台湾采取的行动具有挑衅性 并可能破坏稳定 他敦促北京领导人停止这种行为 以避免造成误判 而美国海军部长在本周将会发布一份战略指导文件 概述美国海军和海军陆战队 将会如何在全球范围内保持海上主导地位 成功对抗中共 其中就包括阻止中共武力入侵台湾 据防务新闻在10月5日的报道 美军部长德尔托德将在本周发布一份战略指导文件 他昨天在美国海军学院演讲中 概述了这份战略指导的内容 他说 我们的预期目标不是与中共作战 没有人愿意卷入冲突 我们最终责任是阻止中共做他们要做的事情 包括武力接管台湾 德尔托德表示 考虑到这一总体目标 这份战略指导 主要任务是当前使用有限的国防资金 以何种方式来威慑中共 他表示 战略指导中的第一个事项 要打造强大的美国海军 他说 我们将拥有一支敏捷并且准备就绪的部队 在2030年部队设计基础上 构建海军陆战队现代化的远征姿态 我们正在实施导航计划 以扩展我们舰队分布式作战能力 他还提到 人工智能、网络安全、无人平台、定向能 高超音速武器、分布式能源等等 这些前沿技术将定义美军对中共的优势 迅速部署至关重要 德尔托罗表示 这份战略指导中的第二个优先事项 是加强周边地区联盟和全球伙伴关系 他表示 美国海军与澳大利亚、印度、菲律宾 还有印度尼西亚等等在印太地区 受到中共威胁的其他国家建立伙伴关系至关重要 并且为他们提供必要的武器和技术 同时让台湾也能够自卫 希望美国战略能阻止中共夺取台湾的目标 德尔托德提到的第三点战略是 赋予人民权利 他说 我们的战略将投资于招募、留住和提升美国最好的人才 以建立尽可能强大的作战团队 对于近期中共绕台 除了台湾空军采取驱离以外 美国最强的驱逐舰为了印太和平也出动了 据美国星条旗报网站的报道 美国海军拉尔夫约翰逊号驱逐舰 已经在10月4日抵达了日本 这艘驱逐舰是美国海军认证最新型的 战斗力最强的战舰之一 除了神盾级作战系统 光是导弹配备就有96枚 更拥有一体化防空与反导弹作战能力 无疑是世界首屈一指的驱逐舰 拜登政府在10月5日公开了美国核弹投数据 为防止被用于军事或其他没有经过授权的目的 美国核电监管机构9月27日也暂停向中国广核集团 运送在核反应堆中使用的放射性材料 美国国务院10月5日表示 截止到2020年的9月份 美军拥有3750枚现役和非现役核弹头 数量是60多年来最低水平 在1967年与苏联冷战期间 美国核弹头库存量达到了高峰 当时有31255枚核弹头 据法新社的报道 美国公布核弹头库存量是4年来的首件 而拜登政府也正在试着重新启动 美俄武器控制谈判 国务院在声明中说 提高各国核弹头库存量的透明度 对禁止核武扩散与裁军的努力至关重要 根据非盈利组织核威胁倡议的数据 俄罗斯目前拥有6300枚核弹头 传统基金会指出 俄罗斯常规军队处于劣势 因此他们严重依赖于核武器 本月早些时候 俄罗斯一位高级官员表示 普京不再考虑美俄冻结核武器生产的联合协议 核威胁倡议组织声称 中共只有320枚核弹头 但同时也表示 由于中共严格控制核武库的消息 因此还不清楚中共具体核弹头的数量 据漏偷社的报道 美国核管理委员会在9月27日的指令中说 白宫暂停向中国最大的国有核电公司中广核 出口核反应堆中使用的放射性材料 和一种轻的同微素刀 刀一般被用在核电站的重水裂变反应堆当中 中广核在2019年的8月份 被美国列入了黑名单 因为它涉嫌盗取美国的先进技术还有材料 转用于中共的军事用途 这次暂停也进一步加强了川普政府 在2018年制定的向中共运送民用核技术的控制 来防止这些材料被用在军事或其他没有经过授权的目的 美国战略司令部负责人海军上将查尔斯·查理德 在今年曾经警告国会议员 中共正在开发的新一代核电站将可以生产大量的布 而布这种材料可用于制造核武器 据雅虎新闻在10月6日的报道 美国政府正在秘密向谷歌发出授权令 要求它提供输入某些搜索词的用户数据 这引起了人们的担忧 因为这可能会造成无辜用户被列入犯罪调查当中 据福克斯意外发现的一份解封法庭文件中的内容显示 联邦调查局为了追踪罪犯 已经开始使用新的关键词授权令 要求谷歌向他们提供在某一年里 搜索过受害者的姓名或地址的任何信息 据报道 谷歌每年都要对数以千计的搜查令做出回应 而关键词搜查令 是政府使用的一种比较新的策略 原因是这个政策具有很多的争议性 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监控和网络安全顾问 格兰尼克告诉福克斯 通过谷歌的搜索历史数据库进行搜索 警察就可以根据人们在过去某个时间 可能想到什么搜索什么来识别他们 对他们进行调查 无论是出于什么原因 格兰尼克说 但这种前所未有的技术 威胁着第一修正案的权利 会伤害到无辜的人 尤其是在关键词不独特 时间范围不精确的情况下 更糟糕的是 警方目前采用的方法是秘密进行 使得这种做法不受公众辩论和监督 政府表示搜查令的范围是有限的 也是为了避免牵连到 碰巧搜索某些词的无辜的人 目前没有公开披露 有多少用户的数据被发送给政府 以及搜查令请求的范围又是什么 而谷歌也为自己接受 协助政府的决定进行了辩护 谷歌表示 这样做是为了保护用户和执法部门 近日 17名美国参议员一同置信拜登 他们表示 如果俄罗斯不向驻俄美方发放更多的签证 那么美国应该驱逐在美国的300名俄罗斯外交官 《大纪元时报》在今天10月6日报道 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和情报委员会的领导人 包括共和党人李施和卢比奥 民主党人梅嫩德斯和其他14名参议员签署了一封信 参议员们在信中敦促拜登 俄罗斯必须发放足够的签证 让俄罗斯驻美外交官和美国驻俄国外交官人数达到平衡 如果俄罗斯不采取行动 我们敦促开始驱逐俄罗斯外交官 这样步骤将是合情合理与对等的 议员们还在信中提到 俄罗斯长期以来都将美国大使馆雇佣的当地工作人员 算作美国外交官 这导致美国在俄罗斯外交人员里只有大约100名美国人 俄罗斯则有400多名外交官分布在美国各地 参议员们认为 应该将300多名俄罗斯外交官送回到他们的国家 但这有可能会导致华盛顿和莫斯科之间的紧张局势升级 据《大纪元时报》的报道 2021年8月1日 俄罗斯禁止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 保留雇佣第三国或俄罗斯工作人员 迫使美国大使馆解雇了大约200多名雇员 议员们认为 这危及到美国大使馆的日常运作 减少了对在俄罗斯的美国人服务的能力 同时也破坏了美国使馆人员 代表美国政策利益 执行工作能力 议员们呼吁拜登 美国政府应该向俄罗斯明确表示 外交不对等会引发后果 信中写道 我们要求国家安全部门立即采取具体的措施 回应俄罗斯政府的挑衅 拜登政府在今年早些时候 因为俄罗斯涉及干预美国大选 发动大规模的网络攻击 以及欺凌乌克兰等等恶意行为 驱逐了10名俄罗斯外交官 并对几十个个人还有公司实施了制裁 近日 众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卡锡 将矛盾指向了司法部的一项新政策 这个政策的目的是打击 针对学校官员的所谓暴力威胁 麦卡锡称司法部的新政策 是民主党人牵制家长的一部分 争议的焦点是 司法部最近的一项新政策 声称要打击日益增加的 针对学校官员暴力威胁的指控 因为许多家长在参与全国各地的会议中 表达了他们对大流行病相关政策 和在学校课程中使用批判性种族理论的不满 所以司法部为了打击家长对学校董事会 和学校官员的所谓威胁 做出了晋升家长的新做法 司法部部长加兰指示联邦执法机构 与州还有地方执法机构合作 讨论家长针对学校官员的所谓骚扰的趋势 对此麦卡锡在昨天10月5日的一份声明中指责 民主党人所做的才是令人不安的趋势 他认为司法部的做法是企图让父母晋升 不让他们对自己的孩子教育有发言权 麦卡锡说 我们上周看到佛吉尼亚州民主党州长候选人 麦考利夫说 父母不应该对他们的孩子所受的教育有发言权 而本周拜登政府就把持有不同意见的父母 贴上了国内恐怖分子的标签 麦卡锡认为 父母有合法参与子女教育的基本权利 应该鼓励家长参与学校系统 而不是毫无根据的攻击不同的意见 麦卡锡说 国会共和党人将要求政府对新政策做出答复 好 感谢您关注今天的希望之声TV北美新闻 我是小兰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别忘了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